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我們最愛的現場 我們最愛的主題是脫離苦海人的說 人怕出名 豬怕肥 那豬如果是吃得肥肥肥 是就出名要拿去台 如果是出名的 就像我們以前做什麼事情 就整個都讓人拿出來 今天我們來的特別來賓 他們有什麼事情 是因為他們紅了以後 才被爆出來的呢 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唐德惠 謝謝 各位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 還有我們新書王子 謝謝 德惠 剛開始出道是因為拍寫真集 對 那是在11年前 那時候很流行拍寫真 那時候我只是拍資料照 然後被出版社的老闆看到 他就找我拍寫真 那我回去考慮了一天 那我就答應他拍 然後 寫真集妳只考慮一天 為什麼 妳當時是什麼想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通常我們女孩子都會比較保守一點 而且是我們台灣人 妳說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那一開始 而且我是住鄉下 我們是鄉下人 對啊 妳怎麼從鄉下這樣上來 就願意拍寫真集 對 因為那時候出版社的老闆 最後他成為我的經紀人 他不斷的告訴我說 寫真只是妳一個跳板 那妳寫真出來的時候 先把知名度打出來 然後之後才能接戲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聽說有妳好友說了一段話 影響到妳嗎 我在十年前我要進演藝圈 其實我踏入演藝圈蠻 蠻妙的 我有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她每天都在我耳朵旁邊說 我告訴妳喔 我覺得喔 我是一條 她 我這個女朋友 我不能留在這個小溪小河 因為我們住鄉下嘛 小溪小河 我會渴死的 我一定要游向大海 那個時候我在她旁邊 我就整個那個信心啊 那個什麼都被激勵起來 我說對 對 我也要跟妳游向大海 那大海在哪裡呢 大海在演藝圈 對 演藝圈 那我們要到台北去 那時候我們住鄉下 妳剛開始拍寫真集的時候 妳家裡的人都同意嗎 父母親都同意 都不知道 對 都不知道 到現在還不知道 知道 那是因為最後把事情搞大了 怎麼樣搞大 第一本的時候OK還不知道 然後因為接踵而來的就是 可能要妳越穿越清涼啦 包括那時候 有露點嗎 有 就是那時候Paint House Playboy剛進來的時候 在找封面女郎 那時候 對 那時候我是有被看上 那時候我在決定要不要簽 我終於跟她簽了 結果那時候我邊拍還邊哭 一邊掉眼淚 對 那時候我的髮型師是一個香港的 香港的師傅她叫Renie 她說妳們台灣的女星好奇怪喔 為什麼拍這個都會哭 因為郭靖淳聽說 也是同樣這個髮型師 她在拍封面也是哭得稀里花啦的 有邊哭 對 對 那因為這個這件事情 之後我又有接電影 是在香港拍的 然後新加坡也有同樣的通告進來 所以那時候媒體做得很大 我媽媽不知道啦 因為她不看電視也不看報紙 她後來知道以後 可是因為旁邊的鄰居 三姑六婆很多 她說 我跟妳們講喔 妳們早上去很厲害喔 怎麼樣... 都躺著跟鳳欽嘛 妳怎麼發情感就輸得很白耶 妳怎麼會接她呢 她不是瘋了啦 真的當場就瘋了 我爸也瘋了 說妳不要回來了 直接說對了就 怎麼這麼... 其實我覺得那是想法的落差啦 那跟妳斷結關係嗎 對 她就叫我說很丟臉 很丟臉這樣子 結果當時妳怎麼說 當時就說如果妳要往演藝圈 因為媽媽是很誠懇告訴我說 我們家裡沒有背景 沒有那個演藝圈的背景 所以呢 沒有辦法幫助妳去走演藝圈 妳走得會比人家辛苦 對 會很辛苦 然後叫我不要 我們家裡也不是很缺錢 也不需要我賺錢 可是這是我從小的夢想啊 我五歲就決定說 我要站在那裡面 站在那個小小的電視機裡面 讓所有人喜歡我 對 所以我就做了 那妳有因為拍了寫真集 讓人家誤解說妳是人家第三者 是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形象太鮮明了 一度都是被定在 驗星 驗星 驗星就好像一定會當人家第三者 對... 其實那時候是有一個某一個電視 也是電視圈的知名製作人 那他在跟我交往的時間 他是告訴我說 他跟他女朋友是分開的 可是那時候媒體落筆可能比較 他也沒有經過求證 就說我是第三者 我是破壞他們婚姻的第三者 那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婚姻關係 那這個新聞一出來 對不起 我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我爸爸媽媽看到這個簡直抓狂 他直接打電話叫我回家 那時候我就叫我那個男朋友 載我回去 我說 他問我說 我要不要進去 我說不要 你先在門口 因為我知道這個一定事情 很嚴重才會打電話 叫我說馬上回來 回來 我媽媽就跟我說 妳什麼 這不要演的事情都做了 那妳現在如果 妳還要往演藝圈發展 從此以後我們斷了母女關係 妳不用回來了 都不要回來了 這事情很嚴重 根本就是家庭鬧革命 對 而且甚至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三年到四年 妳是妳沒有回家 他們不讓我回家 甚至我弟弟結婚我都不知道 也不通知妳 那妳弟弟也不會打電話給妳 是連妳弟弟都討厭妳了 我弟弟也討厭 那時候我弟弟還甚至說 如果那時候我男朋友 我要趕進我家 他要拿掃把把他轟出去 對 然後就這樣子四年 那之後母女跟家庭的關係 又修復 是因為跟那個男朋友分開了 所以這當中妳也不會說 因為家裡的人 然後跟妳那個男朋友先分開 所以但談戀愛妳自己也少 我非常充婚頭了 那後來呢 那時候我就被三立的一個經紀人 另外一個經紀人 這次的經紀人好 他是我的貴人 他就把我推給李月鋒 李導演 那時候李月鋒 李導演就開始用我 雖然戲份不中 可是呢 他可以說是後面這五年 我都是靠李月鋒導演在養我的 謝謝妳 聽說妳在拍那個強暴戲的時候 裡面的男演員假戲真作 這個是一個很不愉快的經驗 這是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被定位在養戲的時候 拍李月鋒導演的戲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對 他是拍文學大戲的 對 人家質感非常好的 他做了什麼 就導演就是說他把我壓下去 然後當然就是會有一些 激動的動作 結果我沒想到說 他就真的 真的用他的臉啊 或是他的嘴巴觸動我 那 真的就在上面磨蹭 那會讓我很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怎麼來真的這樣子 然後你還可以感覺到說 什麼東西頂住你這樣 真的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結果呢 導演一喊咖 我就起來 先深呼吸一口氣 走到Money的旁邊去看 結果在倒帶的時候我就看 那個鏡頭只是我們兩個人 頭一倒下去就沒了 畫面就沒了 他還在那邊磨蹭那麼久 對 我就覺得 剛才是白白 就是這樣被吃豆腐 那妳不會講嗎 不會跟導演講嗎 我那時候不懂啊 導演沒喊咖啊 我們不敢說 啊 怎樣啊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妳拍完那一場戲 妳不會跟導演講說他剛剛 反應一下 對啊 就讓導演知道說 有這麼一個演員 叫妳吃妳的豆腐 新人不敢講 對 還有人說要妳用身體去換戲演 有 有 對 這個 擺明的獎嗎 擺明的獎 是製作單位還是導演 那時候是一部大戲 不是 那是電影 專門拍一個很有名的 我們台灣的軍教片 那他只是一個發通告的執行 應該算是執行吧 他就我記得那時候 我經紀人帶我去 要先見面嘛 那是一場Pub裡面的戲 可能妥宗康啊 什麼他們那些 那些哥們 要到Pub裡面去泡妞 那可能我只是 Pub裡面其中的一個妞而已 然後就要給他面試 面試完之後 嗯 不錯 不錯 然後就說好 妳明天就來 幾點鐘然後到什麼地方去 結果我就很高興啊 有一個露臉的機會了嘛 回到家 很高興 明天 到底要穿什麼衣服啊 要怎麼樣啊 自己的想的 對 晚上的時候 我就接到那個執行的電話 他說 唐德惠 我現在喔 我是某某某 我在哪裡 妳現在要不要過來 我說蛤 可是 我住很遠耶 我沒有在台北耶 請問有什麼事嗎 呃 我要跟妳研究一下 關於明天這個戲呢 可能會 妳也有對白 然後我就跟他說 真的不行 因為 很晚了 那時候晚上11點 而且他在台北 我又是在台北縣以外 對 然後就沒有去 一直到隔天去拍的時候 讓我覺得蠻受傷的事 他故意的 Pub裡面很多女生嘛 對啊 然後一個早上 Pub的戲都拍完了 他就故意讓我坐在旁邊 不叫我進去 一直到放飯 那時候放飯的時候 當我轉身一走的時候 我就離開現場 轉身一走的時候 我是眼淚噼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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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流 一直流 叫計程車 在計程車上開始 狂哭猛哭 打電話給我 我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知名度 我好可恥喔 我今天怎麼樣 那真的是很... 那就把妳晾在那邊就對了 故意的 故意不讓妳表現 對 甚至我還曾那時候 經紀人帶我去一個 叫說好聽一點 叫電影公司啦 其實是電視電影 那時候就是錄影帶 然後去的時候 他就說他拍很多戲 他可以一次跟我簽三部約 那時候對一個新人來講 這是一個多好的機會啊 然後那時候他看到我 他就說我經紀人就坐旁邊 然後他坐他的位子上 他說那我現在要給妳 拍一些資料照他要存檔 然後就說 可能要需要換泳裝喔 這個尺度妳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泳裝 然後OK啊 因為我拍照電影 對 我覺得OK啊 他說那他的攝影棚啊 相機在三樓 叫我跟他上去 那我就跟他上去啦 我經紀人就在二樓等 第一套他就拿連身的泳裝 拍一拍 真的有煞有其事 還有一個攝影棚 裡面還有照相機 我就在那邊擺姿勢啊 然後在那邊拍啊 然後第二套他就拿出 一套比基尼的泳裝 嚇我一跳 因為那個真的太小了 那個能遮的地方真的太小了 對啊 可是我還是勉為其難的 給他穿上去 然後一拍完之後 我想說趕快要來去把衣服換起來 沒想到那個某某電視電影公司的老闆 他這樣子 好像二郎撲壺你知道嗎 然後就馬上就把我泡起來 然後開始這樣 我說啊 哇 妳是不是嚇到 他來真的 我真的是完全被嚇到 我大叫 我說 我把他推開之後 我還很鎮定的告訴他 某某 老闆 妳要 妳還鎮定 他當時他怎麼反應 他就說 可能他也被我那個 那個那一盤對我 年數的表情嚇到 對 我說妳再這樣子 我真的會大叫 他就說好 趕快 好 那妳趕快換衣服 然後在樓下的時候 我經紀人 我就一下去那個臉都是綠的 沒有表情的 然後我就看我經紀人 在跟他簽約三部戲嘛 現場簽 我都沒表情 然後一走到樓下 走到樓下的時候我就開始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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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跟我經紀人講 我說他剛才怎麼樣 我不拍 我不去拍二戲啊 那個時候妳有後悔嗎 妳有後悔說妳幹嘛來 妳幹嘛為了要圓明星夢 幹嘛來做這些 受這些恥辱 有後悔嗎 反而那個時候喔 這樣的想法比較少 反而會覺得越是這樣子 我越要達到我的目的 對 那時候我的經紀人很妙喔 他應該要安慰藝人嘛 他反而丟給我一句話 他說 德惠 妳慢慢喔 要來適應這個演藝圈 演藝圈裡面妳知道嗎 有一半的女藝人 一定會碰到跟妳一樣的情形 那這些女藝人呢 當然會非常的難過啊 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呢 另外也有一半的女藝人 完全不會碰到 她們也是非常的 烤腦 這句話還蠻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這句話還蠻深奧的喔 對 說真的 我在拍戲的過程 當然李岳峰沒有啦 其他的戲當中 常常會拍到一半 我們在外面嘛 半夜真的是會有人來敲門 可能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碰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也要請妳們不要來敲門 因為我在電視上 爆料 下次妳一定會把它講出來 對 我一定會講出來 因為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就跟妳當初的想法一樣 想藉由要圓那個明星夢 然後先走拍三集片 其實我覺得管道 管道很重要 妳有什麼會要先讓她們要注意一下 要建議她們 對 我覺得如果說 想要踏進演藝圈的年輕朋友們 你們要先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們要什麼 然後尤其最重要是那個管道 那個管道絕對不要說是 偷偷摸摸的 不能告訴人家的什麼的 那個一定是騙妳的 我們來請一下我們的新興王子 我們來分析一下我們德惠 她要如何突破自己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德惠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星象 因為她星象當中 有一個月亮星座在獅子座 月亮在獅子座 月亮我們必須要知道 月亮的意義是一個早發行的 所以年幼的時候 會發展出來一種獨特的狀態 月亮星座進到獅子座 獅子座本身跟演藝界 有非常大的關係 而且月亮星座的人 通常年幼的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才藝會展現出來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沒有人特別教妳做什麼 妳就會做了什麼 而且很容易 月亮星座在獅子座的人 很容易在一個環境當中 譬如要搬上成為一個嬌角者 對 其實小時候 就是只要有一堆大人在的時候 我就故意很愛心說 我要唱歌給你們看 然後我要表演這樣子 所以獅子座的人比較好強 尤其是月亮 月亮我剛剛講說 月亮是個右發行 就是早發行的小時候 特別容易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性 可是事實上 因為有一個太陽的寶瓶座 就是水瓶座 跟製作其實是產生強烈衝突的 太陽 那這種情況下 會產生一個什麼形式 不過狀況呢 月亮星座本身也跟期望有關 那這個產生衝突性之後呢 它會說你的期望不容易如願 就你有想法沒有錯 就算你往這條路去走 還是會有很多衝擊出來 我覺得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說 因為它的太陽跟上升 都在寶瓶座上面 所以它的太陽剛好現在第一弓 第一弓像白羊座 有點像那種就是打不死 打不死的蟑螂 你再欺負我 我會哭給你看沒關係 可是我會像 我會像是一個受傷的小孩 你攻擊我 你傷害我沒關係 我會像像受傷的小孩 我可以躲起來哭 可是第二天太陽出來的 我還會站出來 還要再繼續做這些事情 請問一下我們星星王子 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 想要當明星 那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星座的人 比較容易當大牌明星 有明星的命 太陽跟木星 這個有比較多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蝴蝶座 蝴蝶 第三名 蝴蝶座 代表這個代表 第三名在第四個 後面還有好幾個對不對 對啊 木星 有好幾個 我們待會兒一塊來檢查 蝴蝶座在 太陽跟木星在蝴蝶座有哪些呢 其實我們隨便找一個 有一個叫丹左華盛頓 丹左華盛頓 他是非常有名的對不對 可是他是突然間變有名的 為什麼 蝴蝶座 沒有啊 蝴蝶座也很容易有成為這個情況 可是你不知道 你覺得他突然間又變有名 可是事實上丹左華盛頓 可能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演戲 他慢慢的磨磨磨磨磨磨 他有一張沒有吉波遜 沒有吉波遜也是啊 沒有吉波遜 他原本是澳洲的一個演員 他演了一個片子叫Madamax 風子麥斯他是演 演起來 他慢慢的被注意到 然後連續演了四部那個 終極劍 不是終極劍 連續演了四部 跟那個K人一塊演的那個片子 連續演了四集 所以對他慢慢就磨起來了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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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瓶座適合 寶瓶座怎麼適合 我隨便講一個人好了 詹姆斯迪恩 這個人是永遠的偶像 而且沒有人可以超越他 就像我們講過曹哥也是一樣 沒有辦法超越他 曹幸運 曹大哥 也是一樣 水瓶座常常會屬於一種典範 而且不容易被人家改變的 水瓶座常常會 跳脫別人想法的那種表現 可能你給我一個 告訴我怎麼去做這個表現 但是我會突然間 做出一個新的表現出來 而這個讓你建立了你的新的風格 那太陽座水瓶座有哪些人 比如寶瓶座也是其中一個 還有一個叫歐普拉 歐普拉是非常有一個人 是有影響力的女人 你知道她是一個 一般平凡的家庭主婦 突然間有一天變得脫口秀的女人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原因 她也是走入人群 走入人心 就是很多婦女都會跟著她的腳步走 沒錯 這是水瓶座非常 寶瓶座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 她對於人性的觀察 她有非常敏銳的感受 還有一個就是 木星在水瓶座的誰呢 梅歷史翠埔 很老的吧 很厲害吧 她也是做很久 而且又紅了很久 所以你說的這些 都是屬於紅的比較久的 紅的 而且紅的比較久 不是只有大明星 因為有些大明星是 只有一兩年就沒有了 七年就沒了 不過他們的確是 有機會可以紅的 好 再來下面還有人呢 還有誰 還有一個就是金牛座 對 金牛 好 為什麼一直 不好意思 我上榜了 太陽跟木星在金牛 真是不好意思 為什麼只要木星 因為木星跟工作有關係 跟你的哲學 你的思想 你想要朝向什麼方向 目標 就跟那個大零一樣 游向大海一樣 那個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太陽在金牛有幫助 因為金牛做得很 有一個人叫傑克尼克森 傑克尼克森 他老牌演員 他演得很棒 他持續走走很遠了 走很久了 從小時候演邪惡的角色 譬如在那個 媛婦家裡面演過小丑 演邪惡的角色 可是一直到後來 演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主角的角色 都演得很棒 很多戲份有非常多的表現 也是因為他的 太陽在金牛座的關係 還有誰呢 Air Pacino 是校父 他很厲害耶 他演這樣是我的偶像耶 我好喜歡跟他演戲耶 太陽在金牛座有一個 最棒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演戲 他們不用動表情 都可以演得很好 練習戲演得非常棒 然後沐欣如果來金牛座 有一個人非常有名 誰 李小龍 這個有名 他也是砰 突然間就起來了 對不對 好 金牛座 來看下面還有一個 第二名 天蠍 太陽或者沐欣在天蠍座 這個有誰呢 譬如朱莉亞蘿蔔 各有名了吧 對不對 天蠍座 還有誰呢 亞蘭德人 亞蘭德人是沐欣在天蠍座 亞蘭德人是沐欣在天蠍座 亞蘭德人是大帥哥耶 大帥哥耶 還有我們 我們圈的 我們台灣的啊 楊麗華天蠍 對 林青霞天蠍 葉青天蠍 對啊 還有一個麥特戴萌 也非常有名 對不對 沐欣也在天蠍座 好 這幾個是非常棒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 獅子座 獅子 很帥耶 很帥耶 對 我那個星星整個半天一直看 你也看四十年太多了 再看一看 我前面都不想話 因為我想說我應該排到第一名 有沒有那個例外的 有 不是因為請你來 就一定會把你排上榜 真的 這是有根據的 如果這樣子的話就不好意思 對 那為什麼講四座 因為四座本身 它就是跟演藝圈 有非常大的關係 而且四座大明星非常的多 馬丹娜 夠大了吧 對不對 好 惠妮休斯頓 對不對 那也是四座 所以四座非常多 余承慶的四座 張小燕小燕姐也是啊 四座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這些人 就不用特別去介紹了 所以這幾個星座特別棒 那星星為什麼沒有上榜呢 其實我跟你講 第四名叫白羊桌 真的嗎 對 好啦 我就繼續坐下來好了 白羊桌巨星很多耶 妳有成龍 對不對 小燕姐另外一個 蘇琪 對不對 張子儀 這是白羊桌的啊 真的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還有機會 我活起來了 你看 對… 徐先生聽說你也是 拍了那個厭情片 所以才有知名度 對 應該大家都 現在比較知道了 我那時候只是純粹為了 要賺錢 然後我需要一筆 那時候需要一筆很大的錢 然後能夠趕快 在補充我現在的狀況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是 我才十七八歲 我高中跨畢業的時候 就有人來找我拍寫真 因為那時候我的 我穿制服 妳很漂亮 然後肉肉的 感覺身材很好 對啊 那時候就是 穿制服的時候有擺摺裙 就可能有點像 日本的小妹妹這樣 所以就希望那個拍 比較日系一點的寫真集 但是那時候我是 因為我算也是那種基隆長大的 然後就很保守 家裡就很保守 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我又是一半客家人 那個家叫聖妍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 有這樣子的廠商來跟我接洽 我都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說哪有可能啊 那個我又還沒發育健全 他的也不好看 十七八歲而已 對 然後後來那時候是因為 家裡出了一點事情 是我從小爸媽 爸媽離婚 我過小五年級的時候 我的父母就離異了 所以妳跟著媽媽 對 我跟著媽媽 那時候其實我家裡的生活呢 爸爸還在的時候 我們家裡其實滿富裕的 要什麼有什麼 但是分手 他們分手之後呢 什麼事情都要靠自己 比如說學費 生活費 那時候我住的地方喔 我們現在 我常在取笑自己 我們現在月租費 手機月租費 超過一千的人都很多 但是那時候呢 我的房租的月租費 我跟媽媽兩個人 月租是一千塊 然後那時候我來形容一下 那時候是怎樣 那時候 我們上廁所呢 很像在公廁 它是沒有門的 那本來是有門 但是我手掌 我就在那邊玩那個門 小時候在那邊玩 然後玩到有一天門就掉下來 然後就 後來上廁所就沒有門了 而且我們的馬桶不是用坐的喔 是像那種公共廁所是那種 一個蹲坐的 蹲式的馬桶 所以你上廁所要這樣蹲著 然後起來還要玩拉拔 就這樣一拉 然後他才衝下去 那時候的我是心酸的 因為我會去同學家 去朋友家 我也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家的馬桶 跟我們家不一樣 然後 而且他們家 為什麼環境那麼好 都有爸爸媽媽 然後有兄弟姐妹 沒有 妳過那樣的生活的時候 妳都沒有想到說 要找妳爸爸蜘蛛一下嗎 有啊 有找過 但是前面是有幫忙一些 然後後面可能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久沒見面了 妳的爸爸也有新的家庭 也是有啦 後來我有一個後母 但是我 我覺得那時候可能 感情沒有那麼好了 疏遠了 所以我現在我也不怪他就對了 然後 那時候就是 我去 我記得我那時候就是 除了那個廁所之外 讓我覺得說 我好丟臉喔 我都不敢帶同學回家 妳知道嗎 然後 我記得有一年的寒流來了 然後那時候 媽媽她其實身體就開始很不好 因為她常常就是 每天工作只睡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一年喔 一年下來喔 我們拍戲的時候 一個禮拜就身體受不了 她是大概一兩年都這樣子 她什麼工作 一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啊 那時候她白天呢 五點多 六點多 不管是沿下還是寒流來啦 都是五六點起床去菜市場 然後是剁雞肉 對 剁雞肉 那我有空的時候我也去幫忙 所以那時候我有一個 響噹噹名號在菜市場 叫 OK 她們去完菜市場 剁完雞肉之後呢 又再到黃昏市場 然後再完黃昏市場之後呢 再回娘家 回我阿嬤家 然後就是去做嫡貴花貴仙草愛玉 所以呢 那是做通宵的 所以五六點起床起來 所以只能睡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持續下去 那那一天我就 阿嬤就跟我講說 妳媽媽的心臟又病發了 然後今天來做那個嫡貴花貴的時候 在那個柏仔店就昏倒 然後還好我舅媽去接住她 頭才沒有撞在地上 那一天我就很緊張 我就心裡很痠 我想說我已經要畢業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應該可以趕快工作了 然後我就趕快想說 跟媽媽講完 我不要再讀了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呢 一開門 然後就看我媽媽 從那個洗澡的地方出來 然後她就一直打哆嗦 這樣子好像很冷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 我說媽媽 妳怎麼冬到這樣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我剛才在洗澡 我說洗澡 那妳應該要開熱水啊 對啊 然後她說沒有啦 熱水氣壞了 然後我說我給妳兩千塊啦 我去打工給妳兩千塊 那妳應該可以換的吧 她說沒有啦 我就為了要省錢 我就不去玩就是了 她覺得洗澡水 對 然後她那時候就是寒流耶 然後又心臟病耶 然後我看她一個人這樣 打多數轉 那時候我就心很痠 然後我就只是瞪著她 然後我就 我還這樣子對她 因為我就很生氣 我是在氣我自己啦 怎麼還沒趕快長大 可以轉型 結果轉過去跑到陽台去 然後我就... 就開始... 就開始流眼淚 對 然後後來 其實這段期間都持續那個 廠商有跟我聯絡 就是要妳去拍 寫真 寫真 對 然後 後來我還是沒有答應 但是直到有一天 那時候半夜的時候 我媽媽突然心臟病又發了 因為我們只共同睡一張床 然後我們的旁邊的窗戶 我沒有窗戶喔 但是我們的窗戶是 報紙跟木板隔起來的 然後下雨的時候會潑進來 然後我們就會 感覺好像要打一隻小魚神 才能睡覺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晚上她起床的時候 她就趕快叫我起來 她就說 她就一直這樣喘... 她就說我行走不會看嗎 她這樣跟我講 我就好怕 我好怕我媽媽死掉 然後我想說我已經沒有爸爸了 然後爸爸跟...已經離婚了 那我不能沒有媽媽 我好緊張 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就說媽媽妳不要工作了 她說不工作不行 我說我會想辦法 結果... 妳就叫妳媽媽不要工作 對 那時候我不知道拿來勇氣就對了 但是其實我心裡有個敵了 我大概知道我自己... 大不了是妳去拍寫真集 對 那時候我心裡有個敵 我知道我... 還有大不了我去坐酒店 酒店又見不得人對不對 妳願意去上班 當小姐 我寧可也是這樣子嘛 那... 那時候最讓我決定為什麼要... 後來要去拍宴情片 是因為... 是因為什麼 我媽媽一通電話給我 她說我去醫院做檢查 然後她得了子宮頸癌 媽媽得了子宮頸癌 心臟不好 又得了子宮頸癌 對 然後那時候一天 哇塞 那個我... 電視眼的那個電話掉下來 真的發生在我身上 我電話整個掉在地上 我想說不會吧 我要變... 然後那時候就會唱那個 詩詩詩詩詩 有媽媽 然後有媽 你還... 還編故編唱 對 那時候就... 沒關係 其實我現在很少在上電視講 我以前過去的事情 因為我媽媽遇到 我講這種話題 她會很激動 她會自責 她會自責 然後所以... 所以當時妳就決定說妳要... 我要去拍 那那時候去的時候呢 我打電話給她 我說我要拍寫真 然後我就講這樣 她說沒有 現在寫真已經有人拍掉了 但是有一個就是 那個露點的影片 我說 哪有可能 拜託 這種事情我怎麼做得來 然後... 但是那時候沒辦法 我就跟她打成一個協議 就是說妳要放海外 妳台灣不能看到 然後她就說OK 妳合約上有這樣寫嗎 合約上沒有 那時候傻傻 我就一個人媽媽也不知道啊 家人都不知道 結果後來想不到 有一種東西叫盜版 對啊 盜版回來 現在放海外 海外盜版去買回來看 那後來妳媽媽知道了嗎 有看到嗎 當下不知道 是等新聞播出的時候 就是爆發這件事情的時候 哈宅知道 為什麼新聞會突然間這樣子爆發 因為那時候他們要查那個 盜版跟查說這樣子的片 在台灣是比較不允許 全世界其實都大部分合法 台灣還不行 所以他們就找到了我 那妳媽媽怎麼辦 要斷絕母女關係 妳媽媽要跟妳斷絕母女關係 妳說妳媽媽知道以後 自己還會拿菸 那是 她那時候激動的是 因為有一次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有男主持人 嘴巴就很沉 就一直虧妳就對了 然後就有講到說什麼 妳幹嘛那個去拍片 然後妳家裡沒有人養妳 那時候 我媽媽那時候 妳上節目的時候 對 男主持人就有問到這裡 然後我媽看電視 他就旁邊有男生在抽菸 叔叔在抽菸 然後他把他的菸拿起來 就往自己大腿抽 就是反應 他這些事情都沒有跟我講 他都是跟阿姨說 跟家人說 然後他們來跟我講 我想說我以後再也不敢提了 甚至其實我今天還滿感謝製作單位 寫厭情片 因為他不能聽到那兩個字 對啊 那也是怕妳媽媽又受到傷害 是啊 那妳算是還滿年 那個時候妳幾歲 妳拍這個片的時候 好像高中剛畢業 妳算很大膽 對啊 那個時候還那麼年輕 妳就敢拍這種厭情片 但是其實我的出發點 那時候我進演藝圈是誤打誤撞 就覺得說 既然大家知道妳的話 那我去試試看 因為那時候 我就想說 我的出發點又不是 又不是別的 我只是因為我要 要賺錢養家 讓我媽媽 先暫時一段時間不要工作 然後她先養病 那好險她後來就是 是檢查出來是初期 所以就做了一點調整之後 現在就還活著了 對 還活著了 那因為我覺得說妳今天 如果妳要來指責我啊 說我什麼不要臉之類的話 那除非妳是一張白紙 妳才來說我 而且我就不信妳父母親 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妳敢跟我一樣做這樣的犧牲 所以我覺得我並沒有錯 那妳拍了這個片以後 妳們的家庭環境有改善嗎 當時有 對 當時那時候有讓媽媽先休息一下 那妳絕對不可能只有拍那一部嗎 我只有只拍那一部 後來妳是為了媽媽轉型嗎 對 本來就應該轉了 那妳後來轉型的時候妳做什麼 後來我跳到靈異界 我去當仙女 那差很多耶 對啊 從艷琴片到靈異 對... 後來我就是現在大家看到 那個大膽旅行團 然後大膽宣 那時候製作人人也很好 就是幫我取了一個 送夠我來的名字 就是大膽宣 然後後來大家就這樣叫 因為那個時候妳剛轉型的時候 有沒有人跟妳講說 妳們艷琴片妳都在拍了 妳現在大膽當然是應該 脫光都不怕了 更別說這種節目 比較少有人跟我講這樣子的話 不敢那麼直接 對... 因為我本身我也是 有點小小的恰伯伯 好像比較恰伯 人家比較不敢 偶爾給妳去 真的 那其實我告訴妳 我永遠一輩子都會轉型 因為我從艷琴片到靈異界 妳完全都沒有受到委屈嗎 沒有人就覺得說妳怎麼會 當然也是會有 但是我看人家是不小心的 開玩笑的還是惡意的 我就有遇過惡意的 我講給大家聽好 就是有一次我在那個 出名式的外景主持 我在高雄六合夜市 然後那時候就是有那個 攤子在賣寵物對不對 那有很多人在那邊看狗狗啊 就有一對年輕男女 然後那個女朋友呢 就看到我走過來 她就指著我 然後就跟她男朋友說 妳看那一個就是那個女主角喔 結果那時候我就聽到 我就看一下 然後我也沒有怎麼樣 後來那時候她就又 光明正在那指著我 妳不是就是那個 然後就這樣講 結果後來那時候 她就講完之後 她就用那種眼神 瞄我一眼 斜也瞄我一眼 然後就繼續看她的狗狗 但是那時候我做了一個動作 因為她那時候就是 對著我這樣講 但是轉過來對小寵物 跟對她男朋友 那個嘴臉好溫柔喔 我就氣不過 我就走到她旁邊去 我就這樣跟她並肩而排 她看到我過來她還嚇一跳 結果她在摸一隻狗 我也在... 我就同樣手以伸過去 跟她觸碰到 我也摸那隻狗 然後那時候她就對她男朋友說 就說我想要買這隻狗狗回家 很想我帶妳的好可愛 結果面無表情 我說 狗狗啊 希望帶妳回去的是 然後身材不要太擦 然後藏口人意道德 坐著就上天她的臉 什麼東西 就讓我這樣講 她這樣傻了 她傻了啊 然後講完之後我還給她一個 非常燦亮的微笑這樣 會把她就這樣子 妳是整理 咬我 對 其實那時候我的個性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次 這個是動口不動手對不對 對 那有一次是差點動手 但是沒有動到 就是在咖啡廳裡面 然後就是有那個 一對男女走進來 那一看那個男的就是兄弟 那很高很快 然後牽著一個氣質女走進來 我覺得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會這樣 這樣的組合進來 那時候我就看到了那個男生 他就看了我一下 然後就他嗓門很大 咖啡廳又很安靜妳知道嗎 我們跟朋友在聊天 我們就希望低調 他就講說 黑不就萱萱 就那麼大聲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就看他 我就這樣點個頭禮貌 結果那時候他就說 那就是拍黑黑黑女主角 然後後來那時候 那個女生 女朋友就跟他拍一下 就說妳小聲一點不要這樣子 讓人家不好看吧 結果後來就說 他說 怕什麼 有走就有走 就那麼大聲 然後結果那時候我就轉過去 我就瞪著他 我就這樣看著他 我就看他講多久 結果就看他 結果他後來轉過來 跟我四目相接的時候 就 蹭他 他就 他有嚇到 然後那時候我就站起來 我朋友說妳要幹嘛 就拉著我 我說沒有 妳等我一下 結果我就站起來 我就走過去 走到那個阿妮姬旁邊 我就這樣 阿妮有什麼事 有什麼指教 我就這樣跟他講 妳很大膽耶 然後那時候他們的小弟啊 結果剛好走進來 就從我背後過來 然後就說 什麼事 我現在去找茶 就是什麼 就是類似這樣 結果轉過來一看 妳比較鮮鮮 我看妳的電視 妳是有電視 妳不難再看喔 就這樣講 結果他 然後那時候我就提笑皆非嘛 他的老大就 就說 不要講這個了 然後我就再繼續追問他 就說妳有什麼事 他說沒事... 他就覺得說 好妳那麼大聲喔 鮮鮮小姐這樣很小 反而他不好意思 對 他不好意思 結果他就跟我道個歉 我跟他女朋友走了 但是有一次我遇到 一個真的是很白目的女生 那一次是我唯一動手 那... 但是現在的我不會了 現在我有去學校讀書 有受那個孔子的教育 對不對 那那一次呢 是在KTV裡面 那那一天我就... 我喜歡小酌一下 那我那天喝得有點多 我就躺在那個 錢會的沙發上 我就這樣躺一下睡覺 但是我沒有真的睡著 我就看到旁邊 有個酒店的女生 因為那時候 朋友有帶酒店妹出來 然後就坐在我 我當時的男朋友旁邊 然後就勾著他的手 我就這樣咪咪的看他 哈哈 看他搞什麼鬼 然後那時候就這樣子勾著他 然後就說 哎呀 你女朋友 他在酸我你知道嗎 也就說 你女朋友好紅喔 你知道嗎 他拍了那個片啊 我朋友啊 跟我哥哥啊 跟我誰啊 全部都看過呢 還說他的身材啊 哪邊哪邊怎麼樣 有什麼記號之類的 就這樣跟我男朋友講 是男人的話 誰受得了啊 對啊 那時候我就一聽他這樣講 他說不要說這個 然後我男朋友 那時候男朋友就這樣講 他說不會啦 你有一個那個明星的女朋友 好好喔 只不過會不會有人 叫你水電工 聽說妳現在有特別的計畫 妳本來就是黑帶嗎 對 我 我那個是 妳為什麼會從 驗琴片 然後一直到靈異節目 然後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一直都在轉型 那我跆拳道 那個時候我就已經在 妳怎麼會 妳什麼時候去學跆拳道 我剛出道我就已經在練了 就學了 那一天我剛好 KTV那一天的時候 我就有發揮到作用 因為那時候 我一聽到這個的時候 我眼睛就噹 震大 我就站起來 我就說妳再講一次 然後結果他說 然後我說 怕人家講啊 就這樣很撫媚 怕人家講啊 結果我說 他說妳自己做過的事情 我說好 我自己做過的事情我認了 但是妳勾住我男朋友 妳就不對 KTV的驗飛跟她拿起來 然後後來她跟我抵一嘴 抵什麼這樣 她說 妳敢打我 妳試試看 有的女人真的很近 她說妳打我 妳打我 我就告妳 好 妳白天有人敢這樣 把我要求 妳叫我打妳 我就再打 妳是因為這樣去學跆拳道的嗎 也 是不會人家打拳嗎 所以妳接下來有什麼計畫 9月23號的時候呢 我要去那個 晉級台灣跟韓國的這個選拔 就是黑帶一段 對…黑帶一段 那明年如果順利的話 因為我這幾次有去比賽 有拿一些金牌跟銅牌回來 所以就是明年可能會選拔國手 妳之前拍彥晴片跟妳拍寫真集 有跟妳們交男朋友有影響嗎 我會跟她講說 妳一開始跟我交往的時候呢 妳就已經知道我曾經有這樣過去 但是我相信妳的過去 有沒有好到哪裡去 每個人都有過去 然後所以呢 我們要彼此包容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我現在做了很多努力 我會跟他們講 比如說例子 葉玉清叫得好不好 好啊 所以人家書其實人家是國際巨星 妳要跟人家交往 人家不屑妳咧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這樣的觀念 那男朋友其實都 每個都還對我滿好的 我們來請問一下欣欣王子 好的 宣憲在這個語音圈 她要注意什麼 她在語音圈才可以發光發熱 宣憲是白羊座的人 白羊座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影響力 跟海綿有關 海綿 因為海綿是什麼東西 海綿是吸收力非常強的東西 對不對 它會吸收任何事物 吸收什麼東西呢就是學型 所以你看它轉型 一直不斷地學不同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這個其實是妳在 在自己要轉型 或者說要成名 非常重要的就是 妳要比別人 學了更多更多東西 那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的欣欣王子 什麼樣星座的人 要邁向成功之路 特別坎坷 好的 這個要看什麼呢 要看太陽跟土星 好 要看第三名有誰呢 第三名 我們應該有人上榜了 就是萱萱嗎 母羊座 白羊座就是母羊座 對… 萱萱妳上榜了 我終於有上榜了 好快樂 其實這個心態滿好的 為什麼白羊座的人 在這個路程中 要不要坎坷 是因為原因是這樣子 白羊座人通常在 面對許多事情的時候 都是疊疊撞撞的一型 疊疊撞撞 就是萌萌從從在摸索 所以在摸索的過程當中 當然就會有像我講的 可能會有一些坎坷的情況 常常可能選錯路 走錯不對的路 然後正在過程當中去 經歷一些事情 可能並不是一般人很容易 就經歷得到的一些狀況 可是也許透過這些事情 會有學習的機會 好,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誰比較辛苦呢 就是金牛座 你不苦嗎 我的確是還滿坎坷 為什麼呢 可是我跟他們... 聽他們兩位來賓講這麼多 我跟他們比起來 我比他們好太多了 可是金牛座的苦是這樣 金牛座的苦是別人 忍受不了的苦 可是金牛座覺得沒什麼 對,大概是我一直覺得沒什麼 所以我就不覺得苦 對,可是事實上金牛座是什麼 在過程當中 他們為什麼坎坷是因為他們很努力的 在做基本功 基本功花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對啊,有啊 以前我們在演歌仔戲的時候 因為我並不是科班出來的 所以我在演歌仔戲唱歌那一方面 對我來講 我比人都還要辛苦 對 所以我要用很多心在裡面 我還記得我要過馬路 邊過馬路的時候 還邊在唱歌 因為我一開始 我進華視在演歌仔戲的時候 我還記得那個 因為我就是扛主角 那扛主角戲份就很重 對 那我戲份很重的時候 我突然間沒有辦法控制這一切 因為我覺得 記住台詞就忘記要走台步 那記住台步就忘記台詞 那直接呢 我們導演就在我們那個地板上 就畫路線 比如說我講到買句 要走到哪裡 又幫我用畫的 跟別人比起來 金牛座人在摸手過程當中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因為說實話 金牛座人 他們因為太專注在某一個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忽略到別的事情 所以他們只能專注專心做好業 所以你講完願正確 所以我只能忠於一個男人 我不會劈腿 好了 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不要嗎 不行啦 我們來看第一名好了 好 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 雙魚 好險喔 沒有 對,沒有 其實 德國沒有上榜 有 我剛才是金牛 金牛 土星在金牛 土星在金牛 所以你也很辛苦 太陽跟土星如果進到雙魚 有什麼坎坷 是因為 雙魚座本身的一個 作性造成的 所以這個坎坷不是別人給你的 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會覺得我自己很坎坷 是因為我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得到我要得到的 可是因為你平常懶散 你沒有好好的努力 去做好該做的事情 所以你當然在這邊 就會有坎坷的情況了 所以應該給自己更多的專心 更多的努力 去做好該做的事情 不要先想那個成果 你要得到什麼結果 好 我們節目進行到這 我們現在有一個禮物 要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巴黎有一個很知名的溫泉 可以泡湯 可以吃美食 你可以帶著全家 去那邊享受度假 可以維繫家人的感情 你只要打這個電話 答對你的題目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獎品 今天謝謝我們兩位特別來賓 謝謝我們新王子的參加節目 謝謝你們觀賞的愉快運進行團 拜拜